所以不要忘本 記得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原子少年天王星成員小孩 擁有帥氣的外表 以Rapper舞蹈實力 征服無數粉絲的心 在節目激烈競爭中 努力爭取好表現 到底我們原子少年 冠軍團是誰 讓我們恭喜 天王星 今天大家能這麼看好我 很多人說想要跟我一樣 可是我覺得你們 不管是誰 不管有沒有天分 你只要很努力都可以 因為我不是一開始就很會跳 我也是練了很久 跳舞練到膝蓋都可以蹲壞了 這副身體都已經快要被我磨壞了 而且不要說我有天分 我高一進去我是個音次 我完全不會唱歌 我只要一開口大家都在笑我 我是一直硬練硬練硬練 那我也有一些話要提醒你們 你們絕對不要忘記 你們在這邊吃得苦 你們經歷了多少事情 還有多少工作人員 在後面撐著你們 才有現在的你們的這個樣子 所以不要忘本 記得要愛惜自己的羽毛 導師Ella的話言由在耳 節目剛結束兩個多月 小孩就爆出與網紅酒後亂姓怡雲 事件直接重創了才準備出道的田王星 製作人沾仁兄明明念姿在姿的叮嚀少年們 那做藝人你就得要付出非常大的努力跟隱私 那這個隱私呢 並不是說你真的得要偷偷摸摸的 而是你的自律 就是你不能像個正常人活著 不信 人設崩塌 粉絲可能就走光了 但是我還是跟他們想做藝人的人講說 你努力這個是必然的 這個我就不跟你們說了 但是我覺得我看到會紅的都是自律的人 而且自律超過十年二十年的人 如今小孩與網紅的風波肯定讓當時費勁苦心的製作人 導師與粉絲都想當傷心 只判事件及早釐清 該懲處就懲處有誤會就解開 讓每位努力走花路的少年們未來持續發光 迷失的話我們就要呼叫我們好朋友 然後我們大家都不是一個人去面對這些 然後送給所有緣人少年們 謝謝你們在夢想的道路上有你們 對 謝謝 為甚麼 好朋友 謝謝 導師 謝謝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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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